第一 圣经讲有假先知和假基督会出现 有什么呢 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你有一堆新闻 有看新闻的 这个是 这个是谁啊 不知道 让我讲一点 这个这个帅哥已经死掉了 这个帅哥叫做麻颜 麻颜 慌张 就是他是一个日本正义家的教主 他曾经在东京引导他的信徒 全部大概有到几千个人 在那个地铁站那边放毒气 集体制造 他本身说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活生 OK 然后我们看到的David David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也就是大尾教在美国 他也是在他的那边 在教会里面好几个信徒一起复读 制造 他们说一定要健康的弟兄一起制 制造 布萨克佛罗马本身就是使徒来的 然后我们也看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同一教 文贤明教主 上个礼拜也讲过 然后他也 他也说他是基督 他也教韩国 在韩国里面 他也教了好几万人 一起的基督的结婚 什么种种 他虽然死了 他的儿子 代替 最近才死亡的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耶和华见证人 他喜欢小学们 来跟你讲 讲圣经 跟你讲很多那些 没有引用圣经来讲 但是他们是错误的 耶和华见证人的 他们说耶稣是小神 上帝耶和华是大神 圣灵根本不是神 是这样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请你注意 如果在街上看到这样装扮的人 他们叫做 我们叫 全字 全的名字叫做 末字圣徒运动 我们 所以这些人 这些我们看到呢 这些我们收招 都可以听到 看到的 假基督和假编织 已经出现了 然后 打仗 打仗 风筝 如果你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的人有一千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死亡人数有五千万 所以 这每一场战争都会死的人 也会死的人 而且死的人 一次比一次还要活 OK 我们直接看下去 繁星固然 刚才他们讲 地球有破一个洞 大气层破了一个洞 破了一个洞 破了一个洞之后 导致什么 严的什么事情呢 第一 我们就看到 全球 南极和北极的冰川 它加速有过 因为大气层是保护地球的嘛 如果大气层没有掉了 它太阳之间 射射之后 就开始南极了北极 涌化 那算涌化不涌化 关了什么事 涌化了 那冰 冰川涌化之后 那个水啊 就一直冲 冲了 就看到 宣传 因为发生 种种的那些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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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都淹水 水灾 就是因为冰川涌化了太快 来不及 导致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水灾 然后 看下去 然后 冰川涌化 使全球气温上升 最终受害的是人类之神 ok 那么我来看 另一个地方就是水很多 另一个地方 就是 另一个很 呃 极端的就是很多的地方 全球 很多地方 越来越沙漠过 本来是有水 有地球 有草 有木的 但是因为这个气候 改变了 是全世界 你看 从05年 1905年到今天 我们全球 在2009年全球 那里都有沙漠 我也给你看一个短片 但是 每到11 12月份 大陆发出的沙尘暴警讯 让很多人闻之色变 尤其是呼吸道 或者是眼睛比较敏感的人 这段时间 特别的不舒服 当来自大陆 新疆蒙古的黄沙 跨过了台湾海峡 吹进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风的威力 沙的威力 其实背后所隐藏的 可是全球沙漠化的问题 所以沙漠化 其实就是指自然的生态 遭到了破坏 像是绿色的原野 或者是我们所居住的都市 逐步变成了类似沙漠的景观 它的成因最主要是因为水太少 像干旱 那么大风的吹扬 更可怕的是人为的因素 过度的放牧 种植 还有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 地球上面受到沙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 现在大概有3800多万平方公里 五大洲都有相类似的状况 像是在亚洲就占了32.5% 而在非洲有27.9% 原有的沙漠继续存在 再加上新形成的沙漠化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沙漠化的程度 每年是以13个台北市大小的速度 向外蔓延 根据联合国在2004年所做的统计 取消各地沙漠化状况严重 每年以大约13个台北市的大小 也就是3558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再仗下去到了2025年 非洲大陆将有三分之二的现有耕地消失 亚洲也将丧失三分之一现有耕地 南美洲则会失去五分之一耕地 造成1亿3500万人口必须离乡背景 面临重建家园的威胁 原本已经棘手的粮食问题 也将变得更加严峻 干旱 荒漠 带来全球危机 这样的未来 您准备好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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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片什么也没有 我不是放莱斯亚里的 它已经是在发生的 哎呀 不过我的事 马来西亚里的会发生的 好 莱斯亚离了很远的 我们这里是天 叫做天堂来的 人体天堂来的 没有天灾没有 我去 去 去 看个地球台 有关了吗 我们马来西亚都没有地震的吗 为什么 尤其在冰城啊 我们去那台面对一个很大的地震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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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死人 所以 兄弟妹 这些事情都会来到的 OK 然后你看 以前埃及有金字塔 有那个 石头人 人身的 这些东西 是讲到埃及以前很很辉煌的 是四大文明之国来的 今天你看到有吗 已经变了一堆一堆的沙漠 当沙漠来到的时候 你的国家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存在 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你不能控制它的 可以我们看看 好 好